HELLO 粉絲團的各位朋友,大家下午,下午好 今天要跟大家做安裝分享的車款呢 是Nissan,這個角度看不出來什麼車款 這台車是Nissan的大型房車Tiena 這台是2011年款,代號是J32 它的底盤呢跟前一代的J31呢不太一樣 那比較特別的地方呢 是這一台是3.5升 3.5的NA自然進氣 原廠應該是240幾匹吧 這個世代的話呢 大部分都還是踩大CC數的NA引擎 那今天安裝的是KT的算是比較特別的版本 因為車主其實已經改裝過避震器了 那這一套的話是KYB的藍桶 配上的是原廠的彈簧 那車主覺得他撞了一年啊 但是覺得不是他想要的感覺 所以今天之前有試乘過KT的試乘車之後呢 就選擇KT的一些比較特殊的特式的版本 那所謂特式的版本呢 工型數並沒有提升 但是主年的話是有加強 那像這個輪胎還是維持原廠的規格 215、55、17的規格 那原廠的話它後面是算是多連桿的系統 所以它的彈簧跟變器是分開的 那J32它基本上的行程會短很多 J31比較短 J32的話是跑長行程 所以它後方的固定點的話是跟前一代的J31是不太一樣的 後面的話我們配置的是8公斤的彈簧 那上座前面這台車齁 不論是前面的上座或後面呢 我們都有互上座 後面的調整機構呢 是坐在上座的下方 是在這裡 這個阻尼調整機構是藏在這裡 所以後面的話在調整上呢 就不用在後板件磚孔 或者是在拆下來做調整齁 直接在這上面就能做調整了 那後面的彈簧我們是配置了213.8公斤 原先後面的彈簧上方呢 有一個倒三角形 那這台車既是在安裝的時候 常常會問的一個問題是 哪一個 橡皮 對對對 對對對 常常會問的一個問題是 這個hello key呢 是要放上面或是放下面 因為這台車的這裡的架構呢 有很多 像是EX Infinity的EX系列 還有FX系列 或者是G35 35連技呢 後面都是這樣的懸吊系統 它的後面上 上橡皮呢 是一顆很大的橡皮 所以我們需要呢 把這個橡皮呢 把它拆下來 然後它的裡面呢 有三顆小鐵絲 三顆小鐵絲呢 把它往中間 凹進去之後呢 就能夠 就能夠把這個橡皮呢 呃 我們原廠在裡面其實有一個橡皮 有橡皮 然後把Hilo key呢 放到上方 所以這個都是 這台車所專用的規格 彈簧的話是200一長 8公斤 後方的話呢 因為是走長行程 又要老生常談的是 這樣的調整機構呢 調整車高 是靠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那今天的車友的話呢 後方的話會維持大概原廠的兩指高左右 前方的話因為原廠比較高一點點 所以前面會略降一指幅 也就是前面的話會大概剩兩指半 後面大概剩下兩指幅 那後面剩下兩指幅呢 這一個的 它走長行程 所以它能夠調整長短的範圍呢 比較 比較多一點點 所以後面在調整的時候呢 呃 切記的就是 筒身呢 千萬不能縮太短 一旦縮太短的時候呢 它往預展就過多 一定就會不好做 那到什麼樣的程度呢 才是調整到剛剛好 我們的筒身呢 如果調的太長的時候 它這裡會鬆鬆的 會鬆鬆的 就代表呢 筒身調的太長 那要短到什麼程度 短到啊 彈簧跟Hilo Key不會鬆動的狀況 就剛剛好 就不能再短了 因為再短的話呢 它彈簧就會預載 預載後面再怎麼調 一定會不好做 而且會有容易會有異音 那筒身的壽命呢 也有可能因為調的太短 而造成壽命的縮短 所以這台車 還有西美八代啦 九代 Focus呢 這些後面筒身比較長的話 在調整的時候 都要特別注意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台車 它的底盤的用料 其實已經相當的不錯了 像這個都是鋁合金件 這個也是鋁合金件 而且這台車呢 當降低的時候 Camber一定會改變 但是這台車的後輪的Camber 還有頭印呢 是能調整角度的 所以這台車 後輪的話 我們當車高降低之後呢 就比較不用擔心它會刺太的問題 因為後輪的Camber角度呢 這個角度 後輪胎的後輪這個角度呢 是微輔能調整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前面 前面的話 它是一個典型的賣花城機構 前面上座的 算是跟雷諾的車款 像Tida也是類似這樣的設計 因為 零上到了2000幾年的時候 就跟雷諾車款有合作 所以這些零件的設計 基本上跟雷諾的車系有點相近 它的螺絲是改母孔的設計 那改成我們KT呢 上座即便像這台車是2011年 有可能使用了8年里程數 如果比較多的話 原廠的上座 有可能已經老化 甚至是它裡面的防塵套 還有軸承 這個有一個大軸承 軸承也已經有裂化的話呢 但你改KT不用擔心這個問題 因為呀 我們就有附上座了 而且這個軸承是日本KOYO的軸承 所以我們是總承件 KT的話是附一個總承件 不用再拆原廠的零件來沿用 那這個是原廠 這個應該算原廠的系統 但是它的桶真是KYB的藍桶 這個是它原廠的上座 那前面的話阻擬調整很方便 因為它沒有任何的遮蔽 只要把引擎室打開呢 從這個地方就能夠做調整 我們來看另外一邊已經裝好的狀況 這一台是3.5升 V6的引擎 從這裡就能夠做阻尼的調整 順時針方向往H的話它是變硬 逆時針的話是變軟 從這裡就能夠做軟硬的調整 那車高的調整呢 是從桶身這裡來做調整 是從這裡來做調整 好 那前面的話 這個 譬如說它有一些ABS感應線 還有油管固定架 這些都是比照原廠的位置 那這裡的話會有一個離�載 離載出來的也沿用原廠就好 不用再改強化或者是其他的 縮短的規格 因為我們做的規格呢 就跟原廠一樣 那前面的話 3.5升 V6引擎的重量比較重 所以我們建議的湯灣公斤數呢 是8公斤 那前面的下三腳架 我剛剛有提到過 這台車的用料其實已經很不錯 下三腳架的用料呢 也是用鋁合金的喔 那前面預計大概兩指半 兩指半 OK 好 那這個 這個的話 有改過 魚眼 大燈 還有喇叭 OK 以上是今天Tiena 這台車應該是沒有做過直播分享 所以 剛有機會的話呢 就跟大家開直播 跟大家分享 車款是Tiena Z32 那工廠裡面呢 我們都有試乘車 可以讓車友們來做試乘 如果有需要的話呢 歡迎大家呢 跟我們小編聯絡 這台是Tiena Z32 OK 以上是今天的直播 那很謝謝大家 有需要的話呢 有問題 都歡迎跟我們小編聯絡 謝謝 掰掰 掰掰 再見 拜拜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